欢迎回到台湾大论坛 刚刚有观众朋友分析 为什么就是ECFA签订之后 开始进入时政阶段 经济往上走 不过马英九的支持度 仍然这么低 国民党在这场五都选战 仍然打得这么辛苦 他的分析是这些好处 都没有到一般的小老百姓身上 所以说你看到今天的报纸 这个很明显 我给各位看 这个是今天的报纸 整版全部都是房地产 打房 对 你看标题是不动产 平凡买卖要加重科税 大家看下面 下面也有 下面是第二栋非自由住宅 要考虑科税 然后只租不受的社会住宅 明年推动 所以很明显 国民党也知道议题在哪里 所以要开始去处理 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 所以说你看到 今天所有股票都涨 资产股跟营建股不动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被打了 当然因为这个就是民怨之首 这个十大民怨最重要就是房价 因为你房价一旦一直在飙上去的话 那大家当然就觉得说 我都没有想到说这个经济成果 你股票在涨 跟我也没有关系 你房价也涨 我小孩子买不起 刚才call in电话进来 都是这样这个因素 所以说呢 为什么越到选举 这个打房的动作越来越多 主要就是这个就是配套嘛 其实财政部都已经研拟好 这个内政部营建署全部都开会了 我相信他们一届的密集在开会 到底这个今年在五都选举之前 针对房地产他们有什么动作 明年2012总统大选之前 我们针对房地产要什么动作 所以一定一步步照不来啦 这个绝对是要打选 我如果今天是执政党 我今天要打选 我一定是这样做 所以说要知道老百姓的心声在哪里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执政党过去给人家感觉的时候 跟民意有点脱节 这个跟民意脱节我觉得不晚 为什么 因为现在重新拾回民意的方向 让老百姓知道说 你AFA实证了嘛 我们刚刚已经讲 AFA实证下来结果是对的嘛 所以你不要去怕做一些 你认为是对的事情 但是呢一时民意上面 可能不得到完全支持的事情 你要敢去做 大刀阔斧 大开大合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到时候会证明 你这些方向是对的 证明这些方向是对的时候 选票站就会来了嘛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 重新拾回民意方向 我觉得马总统的一个民调 包括他的民意制度 都可以开始由谷底回升 没像刚才郝龙斌的谷底回升 要走出谷底很重要啊 所以找到老百姓要的感觉 那个feel很重要 所以从这些这个民意的一个汇整 跟汇流上面 尽量去收集语情 然后呢演理出对的正确的对策 就像刚刚讲 花博真的有这么烂吗 你去看过花博 像我最近有几个朋友 去看过市营运 看回来都说 没有这么差呢 我们感觉花博 因为本来的期待值太低 我们之前的期望值很低嘛 但期望值低没有关系 你要只要做得好 后面可以开高走低嘛 所以这样为什么会 从这个谷底回升 就是大家的期望值低之后 发现说没这么差 去看过市营运回来说 其实还蛮漂亮 也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 感觉是办的其实是有声有色 那你自然就会上来 所以回归到这个明年的总统 这个总统大选的前哨战 明年2012总统大选 明年最重要的那一年 我觉得这个执政党很重要的方向就是 赶快把民意的感觉找回来 然后你一步步去做 然后不要怕一时 这个有一些扭曲或是说攻击 这样子后面一定会开高走低 波木华谈到这个打房 还提到就是马总统最近提出 要盖这个社会住宅 就是只租不卖的社会住宅 还是开始注意到大家买不起房子的问题 所以呢贫富差距的这个民怨正在处理哦 但这个方向是不是正确 我们来看呢 这个民进党主要候选人的反应 大概可以知道说 这个方向也许马总统是做对了 因为蔡英文呢批评马总统说 现在要盖社会住宅 她说呢她已经执政两年了 现在才提出这个构想实在是太慢了 那苏仁昌则是说 郝龙斌的政策也是要盖社会住宅 她说她说要让出租住宅的量 达到全市总住宅户的90万户的5% 也就是要盖4万5千多户 这是郝龙斌的政策 苏仁昌说呢 你过去四年市政府一户都没有盖 要是我的话我就不会这样子乱喊 就是说乱喊这个比例 其实对于社会住宅这个议题 其实就是现在房价过高议题的一个回应 这是政治人物在选战当中的回应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较 台湾现在所有的所谓的社会住宅 就是指租不卖这类的住宅 台湾的比例是0.08 香港呢是29% 新加坡是8.7% 所以在这一场北二都的选战当中呢 郝龙斌提出说 要盖5%的社会住宅在台北市 蔡英文也提要盖5%的住宅 在这个新北市 那这个苏文昌跟朱立伦 虽然没有直接的提出相关的政见 不过也没有反对这个相关的政策 所以这个是一个未来的方向 我就这一点补充一下 你举那些到底租的人有百分比的多高 我告诉你最高的是德国 是欧盟国家里头经济力最强大的德国 大家都租房子 他们自己有房子的只有42% 租房子的超过50% 德国人穷吗不是 是因为十年来平均 德国的房子每年的增值只有1% 所以你好大一笔钱放在房子里头 笨嘛你的比利息还差嘛 所以你这个办法就是要把房子把它尽量拿掉 不要成为大家投机投资的一个标的 所以刚刚穆华讲的经济日报第二版 今天所讲的这些我都赞成啊 就说你如果是第二间的话 我觉得就是资本利得所的税要开征 而且如果你是第二间的话 我觉得银行贷款的成数不要超过四成 这两间如果做到的话 就不用打房 房子也自然不会变成投机的目标 但是穆华我提醒你哦 这个里头是说院长有这个想法 第二栋非自载考虑课税 但是底下要看看第一个副标题 财税官员非自助硬明确定义 全面开征将惹民怨 所以民怨到底是哪会惹民怨啊 不不你听我讲完 财税官员是谁 我跟你讲李素德也好 这些都是马英九的人嘛 是马英九一路从市政府带来的人 这些人都是跟马英九一样的 温和保守怕事的 他觉得总统脸色还没有改 他还没有决定的话 他就讲这些有的没有的 我提醒你去上个月 上个月台北市所有房屋交易有登记的 70%是第二间房子 你既然登记都晓得它是第二间房子 你怎么晓得它是自住还是不住 还有很多借口说人头户 我跟你讲买房子完全靠人头户来 躲避到底是第二间还是第一间 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这个找了一些 有空没顺的借口就是什么 不敢嘛 怕死了 还有吴敦一直是在讲 他们一直讲说房屋 到底是会得到比较多的选票 还是会跑掉一些选票 我想来讲就是房子是经济的原动力 是火车头 但是德国 一点都不是火车头 但是人家德国的经济 之一能就强盛啊 那当然你开始做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学新加坡 不要学香港 不是 你开始做这个东西 当然会有一部分选票会跑掉 但是长久下去的话是对的嘛 就是短空长多 而且这个空是小的 那个多是大的 我想这个 刚刚这个问题其实很讲 可是也满复杂的 德国跟法国一样 其实欧陆国家大部分 都比较社会主义政策 它的税负是很重的 因为它的税负里面 还包括了你的医疗保险 通通在里面 跟我们台湾的社会结构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来说的话 他们基本上来说 它不是社会 主要干了很多社会住宅 国民住宅 它有很多很多 几乎在德国 在法国 在欧陆 每一个城市都会有国民住宅 你去看 都会有 这方面他们做的比我们还清楚 可是第二方面是台湾的情况 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房屋 它不仅是资产 它甚至于也是一个贫富悬出 一个很重要的投资关键 在这里面 所以在这里面 政府处理这个问题 可能不是像外界想象的 我个人来看现在 它不是打房的问题 是重要是因为 当然您体会到 民怨最深的是高房价 特别在两都台北市跟台北县 这两都的房价 涨得是不像话 引起是 民调里面很多情况来看 这个高房价是民怨之首了 所以现在吴院长 已经看到这个问题 很严重 但不是打房的问题 是说你要如何去平衡 贫富差距 减少有人利用 去炒作房价 炒作土地 谋求暴利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 政府要去介入这个问题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至于说其他的一些手段 用税负的手段去平衡 所以我们今天提出来 不是只有说社会 或者说社会住宅的问题 光是社会住宅 还不能解决高房价的问题 它只是一个途径之一而已 所以民进党只谈到社会房屋 社会住宅 可是他没有想到 整个高房价的问题 它所带来的很多问题 都是政府要去介入处理的问题 我举例子来说好了 如果你除了台北市 跟新北市以外 你从台中以南 尤其是台南跟高雄 现在多少平 房价一平 六万七万一平 所以中南部是低房价的问题 低房价 北部是高房价的问题 很多问题在这里面 所以你说到南部 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呢 而且我们很多房子 我刚刚还劝我们这个 这个蔡政员蔡委员 到高雄来买房子 高雄来投资 因为太便宜 台北市买一栋房 在高雄可以买三栋到四栋 你也害死他 因为他不涨啊 所以我要说 高雄南部最大的就是什么 我经济 我需要发展经济的问题 所以政府在处理 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不能说只有看单方面 要全面去看这个问题 那么在新北市跟台北市 高房价确实是民怨之首 政府要介入 政府要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最近我们还看到 35岁以下的年轻人 国民党来民调里面 我们通常是输民进党的 有35下的 35下的年轻人 他的房子买不起 所以我们现在不只安心成家 安心买房 那年轻人你结婚 政府协助你买房 年轻人你结婚 政府协助你去生小孩 鼓励你去生育 年轻人我们鼓励你结婚 那这些政府能够照顾到的话 我想对执政党争取 年轻选票有帮助 那不结婚的年轻人怎么办 我要不客气一点 我要对两党的住宅政策 通通泼冷水 为什么 因为经济现象 用政治的观念去处理 是错误 纯粹用民意调查的观念处理 也是错误 为什么 你不可能调查民意说 可以让大家身体健康 没有用嘛 为什么 台湾的房价问题有过高 有吗 没有 台湾跟你讲没有 只有台北市跟台北县 那因为所有的经济活动 你说台北市跟台北县 你说台北市 有时候我跟台北市 一个所谓高级的住 什么经济学教授 我刚才讲说 高雄豪宅一瓶才15万 那不相信 不会问想要 豪宅一瓶才15万 平常一般的都10万块以下 那这品质相同 那不同地段 土地问题嘛 台北市 你也说要 我们现在讲 社会住宅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不要买房子 你只要租就好 那是解决没有租的人 可是不表示说 房价不会继续高 台湾的这一波房价 为什么长那么凶 简单讲 就是很多在海外赚到钱 在大陆赚到钱 大金鱼回来的 回台了 那你要把他赶走吗 我问你 你先问一个问题 要不要把他赶走 所以这是要用两个部分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我想立法院里面 我刚刚才提一个政策上 台北市因为实在是土地太少了 住宅土地太少了 住商争地住宅土地 所以我提出一个政策 就是说我们把现在的几个捷运机场 比如说南北县所用的行山路 那个Costco对面那个很庞大的 八等多工程的捷运住宅 可以用人工地盘的方式 或者用什么方式 在上面盖出好几千户的房子 然后每一户不要超过三十几片太远 就是专门给那种年轻人 结婚有小孩的优先来乘租或者购买 这个很实际 那个比如蔡英文讲的 你没有土地嘛 你没有土地就变没练了 你知道吗 这要有土地先 那真的台北市是没有土地的 新北市应该有啦 对 捷运沿线 问题是什么 太偏你的人家不想去嘛 靠捷运去没什么问题了嘛 捷运旁边土地也不多 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什么 铃口 铃口那个附近 A7A8 A9 那个量也是不够 可是有很多还想要在台北市挤 他觉得上班方面 铃口并来得很远嘛 所以光台北市的社后 民生细子县的社后机场 9公顷 那个南北县的几公顷 中永和几公顷 以前只想到说捷运站年龄开发 没有想到捷运机场上面也可以开发 所以我今天正式提出这么一个政策 捷运站的面积小 所以你提的这个房子是卖的还是租的 是这种社会租载 没有我的观念是 因为它土地成本是没有的嘛 只有建筑成本 所以买的人啊 自己出什么 自己花钱去买那个捷运 那个什么建筑成本 土地成本就慢慢租就可以了 那这样年轻人一般来讲都负担得起 因为建筑成本不可能那么贵嘛 对 因为我们中国人 台湾人还是喜欢有自己的房子嘛 所以你出钱买那个建筑成本 要有这个房器就对 建筑成本所以你有房器 那个不会涨价 那样的房子不涨价 但是你有权利优先权去购买土地啊 所以你慢慢付地租 总有一天你可以把土地归你的 它还是会涨 就像台北花园东西还是会涨 那我跟他解释 因为台湾的整个状况是这样 主要的财户并不是在台湾发生的 都是出口行业 或者在海外投资赚到钱的 为所谓台湾所高手的族群为主体的 那这些人回来住的话 他通常不会去买什么社会住宅啦 通常也不会去买什么住宅 科技新贵等等的 比如说木法这种股市新贵 对不对 看房子一定 看豪宅啊 你总不能想 康师傅 他有回来住吗 他都买给玛利亚住的 不是啊 不管他什么情形 他回来他买 他买了这个状况的话 他那个房屋的价格 像飞龙太委员在抱怨 为什么新一计划区隔壁那么贵 他们真的五星街怎么不会涨 台北市不会涨的房子 什么五星街等等的状况 所以他那种经济现象 如果你不了解 纯粹用所谓税守得 就产生问题 第二栋房子要客 那就问一个问题 台北市的第二栋房子要客 为什么高雄市不用客 高雄市你客下去 大家玩玩笑 对不对 因为房子本身很 你可以有排除条款 就是总金额在多少以下 到时候搞个老半天 一定会收到台北市 讲来讲去就是台北市的房子 不是还没讲完 还会收到台北市 我们特定地区里面去 那这有完没完的嘛 对不对 那就是一个特定量身定做的条款 我在讲就是说 这个现象处理不了这个问题 不是我在吐他们吵 因为他们实在是外行的 好先讲我